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午四点到五点钟为您播出的《走吧去旅行》 请跟着我的声音一起来感受旅游的精彩以及生活的美好 今天的单元是旅人故事书 今天要带大家来到我们很熟悉的东京 来东京这个地方呢 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东京以前到底是什么样子啊 为什么东京铁塔会是一个指标呢 那在东京这里又有发生什么样神奇神秘的故事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很开心邀请到的 就是之前有跟我们来聊过魁北克这个地方的老师 胡川安老师 老师好哦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觉得老师真的是很厉害哦 因为您在不同的地方生活着 你就用你的方式记录着你的生活 不管是研究他们的历史啊背景啊 甚至是在每个遗迹当中记录下这些点点滴滴 所以我们找到老师这本书 东京的历史迷走 我常常都说 老师我们要在东京迷路的意思吗 其实反而是一种 我觉得迷也有着迷的意思 就是你其实因为东京非常的大 而且像东京其实有八个台北大 那他每个区其实都风格都相当不一样 比如说如果你喜欢cosplay 你就去圆宿 那如果是灾难 你就去求业园 对就是说 所以你从三首线这个圆圈 你就可以找到你所想要的 就连你是老人 你在潮鸭也可以专门找到一个 就是属于老人的商店区 对那个像潮鸭 然后可能到潮鸭旁边就会是坟墓 没有说东京这个城市可以让你看到 就是从出生到死亡不同的街区 然后他街区其实都是非常的个人化 或者说非常按照你的属性去划分 等于就是说你有 我觉得他们有一种感觉是 按照你的需求或是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的需求去促成的一些商圈 对 让大家在这边生活着 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聊东京这个地方 从他的前世今生开始聊起好了 老师平常去东京的时候 你最喜欢待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是反正是比较喜欢夏婷 因为有大家去东京大部分都去看高楼大厢 那那种很好玩 比如说有一些特别的展 比如说自的电动车展啊 汽车展去看那些展都很好玩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葡萄酒展也都很好玩 但是我比较喜欢东京的旧的地方 那像夏婷呢 或是刚才我讲的提到的一些地方就是 我书里面有提到 比如说一间庙叫贵子母神 对那贵子母神你去看那个 他的鬼很好玩 他的鬼是没有上面那一撇的 对 就是他那个鬼 因为那鬼在印度的神话里面 本来就是他会去抓小孩子 但是他自己生了五百个小孩子 有一天佛祖就把他一个小孩偷走 就让他也知道那个小孩被偷走了 感觉对不对 对可是因为我喜欢那一间 因为我不一定我也不信那个教 但是就是主要是说 你去那个空间 你就会感觉他非常宁静 里面有个几百年的大树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东京最老的干嘛店 就是在庙里面 那个干嘛店好像有两百多年 然后也就是像我们小时候去 会去抽东西的那个 然后有卖一些糖果饼干 然后旁边还有一条那个 东京现在只剩下两条的那个 路面电车 对那路面电车好玩的地方是主要是说 我们如果看一些电影像什么 幸福的三顶目 这样一久 就是刚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东京 就是他们路面上都有很多路面电车 对那路面电车 其实是以前在没有地下铁的时候 东京人的交通工具 他们很主要的一个交通工具 对也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形态 对然后现在反正就只有一些 比较在就是东京就下铁的这个地方 他有路面电车 然后那路面电车有时候会跟汽车一起走 然后有时候又开到住宅区里面 然后可是就是说我说东京他好玩的地方就是说他 我说他是一个很有层次感的城市 意思就是说像比如说在夏亭你可以买到很多东西都相对来讲比其他地方便宜 也没有对主要是大家可以想想像我们在台北的时候 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到出一个城市的性格的不同 因为在台北比如说我们都说二宾嘛 台北第二宾宾 然后在新海路那边你去就会有一些比较 就是他是在城市的边缘 但是东京其实很好玩 他会有三四个很大的墓园就几万瓶 就刚好在市中心 对那其实他们跟我们对于鬼的想象比较不同 主要是比如说我们农历七月也有农历七月是鬼节嘛 但是他们其实是鱼栏盆解 他们会在七月十五那一天去坟墓请家里的人回来吃饭 就在那一天然后隔天再把他送回去 但是所以就在家里附近的坟墓是最方便的 所以他最好是可以离我们近一点 而且对他们来讲那好像就是我们的家人啊 而且死本来就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嘛 就是你在那边其实有很多他们的一个建筑师也在想说 要怎么样设计一个都市的一个墓园 让大家在积极盈盈于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个琐事的时候 你看到墓园其实你想说最后人不也是也是躺在那里 就是一种好像让自己可以就是泯然一笑就觉得 哎好像也没什么好计较的那种感觉 而且喜欢历史的人去里面逛也蛮好玩的 这时候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比如说一些文好的墓啦 像夏木树石啦 永景和风啦 或是你也可以看到一些德川的德川墓府的最后一代将军 就也都在都市墓园里面 所以我如果就是说我喜欢看东京的旧主要是 你看东京以前是江户嘛 那江户是将军在统治的 那最后一个将军其实就是德川庆喜 他也葬在那个墓园里面 然后还有墓园旁边 比如说我喜欢去的一个叫古中墓园 那古中墓园旁边呢你走出来呢 还有樱花季的时候 那旁边还有一间商店在卖爱玉 爱玉子 对他就写日文就写爱玉子 然后他就是台湾过去的爱玉 哦真的啊 对可是他那已经开了大概就从 台湾的日志时代一直开到 还要现在 对然后他以前是从阿里山上的那个爱玉 去拿那个爱玉 然后可是吃的爱玉方式已经跟现在台湾比较不一样 他怎么吃 他会用一个水晶碗给你 然后就吃起来就有点像 比较像是他们日式的甜点的吃法 对不像我们现在大概都是可能手摇饮料 一杯 一杯 对然后他们就是你有一个怀旧的一个空间 一个全部都是木造的空间里面 然后你可以吃吃那个用水晶杯装的爱玉 对然后你比如说春天的时候 你看在墓园看完樱花出来吃一点爱玉 然后再去旁边买个买个小的和果子 其实那个速度其实就是说东京虽然很快 但是他有层次的地方是说这个速度感你同时也可以很慢 嗯可以感觉到在这个闹钟取静的感觉 对然后慢慢的静下来 对因为我一直在城市里面就想说其实我们这么忙着生活 可是在台北好像很少一个地方是说你可以让你有个空间突然宁静一下 然后你就想一下自己比如说今天做了什么或是你自己的规划是什么 但反而在东京你很容易就可以找到这样的地方 嗯 他们有很多的花园或是庭院是可以去的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有一种在城市当中找到了这个一方田地 可以让你可以把自己静下来好好去思考一下 大家都说东京这个搭上地铁 对 哇那个节奏之快速啊 嗯 其实台湾人蛮崇尚日本的一些生活 对 包含的是很多比如说居酒屋的文化啊 或者是大家都会很好奇 甚至是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一一的好像用这样的方式一起在生活着 对 但其实他们的步调也是不太一样 然后有不同的节奏的 在这个繁忙的都市当中就像老师你刚讲的好奇怪哦 嗯 好像是因为历史学家的背景的关系吗 嗯 让你可以去发掘一个不一样的东京 对就主要是我可能去看这个地方的时候 当然就是因为他很多我们东京有去过东京的人 一定知道东京有三手县 嗯 对三手县其实比较有趣 就是说但是以前这个三手是什么意思 三手其实是以前的诸侯 或是贵族住的地方 嗯 那东京其实是起一个很多台地组成的 所以三手一直是比较高的丘陵 那相对于三手 一般的平民就是住在夏亭 哦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比较庶民的 或是这些 刚才我说散步的地方 比较怀旧的地方 嗯 都是现在的夏亭 那夏亭大概会是集中在 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去的上野 上野其实也很好逛 如果喜欢买一些便宜的东西 你就去那个阿美有口 就是阿美恒丁呢 嗯 那边会有很多 所有东西可能跟百货公司一样 但可能只有一半的价钱 嗯 但如果喜欢杂货可以去那边逛 是 对那我说比如说你如果去草芽 当然就是你老年者 连任者的地方 然后对 就会有很多 那古中他也有很多 比如说你要做买你的木鸡啦 嗯 或是买那些扇子啦 还是那种都是一些很 很具有日式风味小小 日式风味的小东西 没错 不过我想到 呃在东京比较靠外面一点 比如说像浅草寺 嗯 浅草寺的这个故事也是蛮有趣的 对 蛮好玩 就是如果你去看以前整个江湖时代 其实嗯 浅草这个地方其实 因为大家去浅草 大概都是稀来人往的嘛 对 对而且大部分都是观光客 对现在真的好多观光客 对 大家去要跟那个雷门拍照 对对对 然后大家去因为那个雷门太太具有那个光客 指标信了 就是标信你去一定要跟那边拍照 嗯嗯嗯 但是是说呃大家如果走进那个就是前面那个商店街走进去了以后 然后到那个其实在拜观影的地方那地方其实就还蛮宁静 嗯嗯嗯 而且浅草好玩的地方不是只有浅草 是大家可以走一下周边 对 周边会有很多小店 然后这小店扩及出去还有一些比如说咖啡店 嗯嗯 然后还有比如说櫻花季的时候在前草那个他沿着雨田川 因为你在往旁边走会雨田川就是整排的櫻花 嗯对那其实櫻花日本为什么喜欢赏櫻也是因为东京这个城市 嗯就是江湖时代比如说雨田川他们雨田川会泛滥 嗯嗯 所以大家那个将军想到的一个方法是怎么样 我就在雨田川旁边种櫻花 但是为什么他要找一堆人春天的时候来压那个蹄 就以前没有压鹿鸡嘛 哦哦哦所以他是找大家来压鹿这样子 对赏花的时候大家的时候就去压那个自然的压鹿鸡 对OK 所以那个体就会很厚 好聪明哦对 我跟他说大家来赏花来赏花其实就是来帮我把这个鹿给压平这样子 对是有功用性的哦 对这样也不用找工人来那个压嘛 因为这还要花生 这将军好聪明啊对 那个将军其实我里面有提到一个那个将军就是我六代将军嘛 嗯然后去还可以去一个就是赏风的地方 嗯对就是东京也有很多 赏夜风的地方 然后就是因为风就是我刚才讲樱花嘛 那东京的这赏风的话就是秋天你还可以赏风 嗯可是有些地方是呃可以赏夜风 嗯晚上的时候 晚上会打灯 啊对那有些是以前将军的庭院 啊那庭院的话他就会特别就是他那个风 对枫叶还会特别修整过 然后光线打的也不一样 嗯所以大家其实这次都可以去 我晚上的时候多一个地方嗯可以去放空 然后去享受一下那个宁静的感觉 可以走对而且那个庭院非常的大 他们很多庭院都是从江湖时代留下来的 嗯嗯然后非常的复古 对然后里面他都因为日本在做这个其实动线都不错 嗯就是晚上你也不用害怕 那那个火也会会跌倒还是干嘛 所以就是你可以满心满满呃然后下去不管是春天或是秋天风夜的时候 气温都是比较刚好的时候嗯嗯就刚好你可能穿一件宝的长袖 嗯然后你就可以欣赏那个季节的一些感觉 嗯就不同的季节会有不一样的氛围跟感受 刚刚说到指标性富士山也是日本人的一个非常相当重要的指标 尤其是观光客像我们去玩的时候我还印象很深刻 我小时候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我就是跟着爸爸妈妈 然后搭着那个大大的游览车 然后他们就来来来赶快看一下富士山 富士山怎么样跟你的嘴唇一样 真的吗嘴唇不是这样子吗 就是一个山的形状 OK我以为是白色的那个 没有了那我只是健康的不太好 好对老师有一个很可爱的秘境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哪边可以看到富士山 没有我在书里面讲说 嗯其实我们像因为我在巴黎住过嘛 就是很多城市的中心嗯 像比如说巴黎城市的中心就是像开旋门 对因为16条比如说路会从那边辐射出去 嗯但是西方人在思考一个城市的时候 的样貌他们会样貌 比如说城市一定要有一个非常纪念性的建筑摆在那边 嗯让你知道这是中心嘛 是可是他如果在想说 东京的中心是什么就是 是皇居吗还是是哪里 就是说你去好像会比较感受不到 像有像凯旋门那样的空间 因为你也不会说东京铁塔是东京的中心 对对所以我就想说就是 就是在东京里很多那种小像 比如说我刚才说夏婷跟山手之间 就是他们会有那个 是我们常说日文里面有个叫板 就是大板的板 嗯 板就在日本就意思就是破道的意思 嗯 破道的意思的话就是 所以破道的意思像 刚才我讲说东京有山手跟夏婷 嗯 那就从夏婷要走上山手这个 他们就有很多板道 嗯 那板道所以你在东京可以看到很多叫富士剑板 富士就是富士山的富士 那剑就是看到的意思 就是说你在这个板你可以看到富士山 嗯 所以就在东京以前如果没有那么多房子的时候 很多地方都叫富士剑板 就只要天气也好 对然后你抬头起来 你其实就可以看到富士山 哇那时候真的应该是 房子没有盖很高 对那现在是 你如果住一些比较 楼层比较高的饭店 其实你也看得到 OK 现在要住高一点点 对 那现在那些富士剑板都还在吗 都还是在 都还在 对 然后我自己比较喜欢看富士山的地方 因为我不喜欢真的去爬嘛 对 对 所以我就是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那个樱桃小丸子的故乡 嗯 大家不知道小丸子是哪里人 是金刚人 对 金刚 就他们一夜每次都说 对富士山是我们的那个 就是对 富士山就会长在他们 对 对 他就住在叫一个清水的小城市 嗯 那清水其实如果你坐新干线也可以到 然后他是比较慢的新干线会到 然后新水他是一个港口 嗯 然后他在郡河湾就是在东京 呃 东京下面一点大概一百多公里的地方 然后他你坐在清水做这个 就是可以做渡轮 哦 那对 那渡轮还蛮便宜的 就是坐两个小时可以到一斗半岛 对 那经过这个郡河湾的话 其实你整路富士山就在海上出现 哦 因为你就是那个郡河湾 你就可以看着看着海上富士 对 那如果大概是在秋天可能十二月或一月的时候 富士山上就会有雪 嗯 对 那就会比较那个景就跟那个 其他我们在路面上看到的景是不一样 嗯 这真的是另一个角度来看富士山 就是海上富士 对对对 搭着豆轮上去 对 那或者是说你因为那个你可以到 比如说是可以有一个行程就是 你从小丸子的故乡 像做到一斗 那一斗你再去泡个温泉 嗯 对所以就是那富士 那一斗其实很多地方也都看得到富士 嗯 就之前我帮旅行师设计几个行程 他说那你要不要一个行程就全部都可以看到富士山 看富士山 那就是绕着富士山走啊 也可以是从海上啊可以从怎样都看得到 哦 OK 好从海上 然后从比如说泡个温泉 对 还有呢 坐火车 坐慢 坐那种慢的电车 电车 对 然后就是各个 比如说东京市内哪边可以看得到富士山 哦 然后比如说你也可以坐到六本木之丘上面 你也可以看得到富士山 嗯 对六本木之丘 或者说有那个深美术馆 然后你那个展望台 如果天气好你还是可以看到 还是可以忘得到富士山 对 然后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围着富士山这样一周 然后绕一圈这样 嗯 这是一种不一样的那个旅游方式 其实我们常会觉得旅行哦 它有很多的目的 有时候我们不再只是想要去达到 哦 我要去过哪些地方 所以把行程排得很密 或者是你看得到富士山 其实这个行程你根本不用上富士山 对 就在老师的规划里面 你可以不用爬山 但是你都一直绕着富士山走哦 对 还不错 因为你上了富士山你就看不到富士山 对啊 因为你就在富士山上了 你就看不到了 对 很好玩哦 那接下来另一个指标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的 东京铁塔 嗯 大家有印象我们小的时候 嗯 大家的小时候 这个库斯拉 总是在电视机里面要不要 要打那个东京铁塔吗 对 为什么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他要打东京铁塔 因为我们要跟主持人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的小时候是什么时候 我们都很年轻所以是我们的小时候 就是可能有些听众他不一定他的小时候 对 你太贴心了 OK 对啊 没关系因为库斯拉有好几代嘛 是 就是我说有以前非常非常好像用纸做的库斯拉 然后也有后来 还有眼镜版的哦 对对对对 也后来有大量电脑特效了 然后还有立体3D版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全部在电脑前面做特效的那种库斯拉 可是就很好玩就是说 就是大家会觉得那个东京这城市本来就是这样 像以前江户时代也是 他们常会因为地震或火灾或海啸 整个城市就毁掉一半 就以前比如说是江户时代 可能是因为以前都是木造的房子 然后一次一次大火来就可能少掉三分之一 对全部就没有了 对那在近代比如说贯东大地震 1923年大概不到一百年 那整个东京大概毁掉一半 对所以那我会说他们一直对于这个城市 有一天可能是会毁掉的感觉是随时都会存在的 对那只是为什么他后来会创造一个类似像库斯拉这种东西 对就是东京铁塔我想去东京不管你是跟团 或是自己去 大家都会去看这个 对而且还要灯塔一下 对对对 不过现在有晴空塔了 对有晴空塔 所以可能会分散一点大家的注意力 对但是我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以前东京铁塔附近都是忘了 不过现在这个有签掉 对但是只是说当初他为什么会盖在那 就是因为他就是不是在市中心 然后而且那个塔是用来做什么 现在大家去看大部分是观光 东京铁塔其实就是电视台 对就是电视台 电视台 对就是发射的放送塔 对那后来晴空塔建好了以后 他就把那个放射的功能放到晴空塔 东京铁塔就等于只剩一个 类似像只有象征性的功能 对那因为不管你是看 你喜欢看日本的爱情电影或是小说 里面都各式各样都会有东京铁塔的象征 那像我看我以前喜欢看导庚座 那导庚座就是反正那部电影就是他跟不同的女人在一起 没有 他的情史 对然后就比如说他东京铁塔12点的时候灯会那个灯会熄掉 就是他如果有住在东京铁塔周边可以注意一下 大概12点的时候就会熄掉 有一种那个灰姑娘的时间到了之后 对然后导庚座是说因为隔天女主角是生日的 所以就帮他吹起了最大一根蜡烛 对比如说那东京铁塔就写 好浪漫喔 对啊所以我说 多浪漫的东京铁塔 当然可能真实的科长不会这么 对然后 不过回到那个 为什么库斯拉要攻击东京铁塔 对我们要知道东京铁塔 它大概是跟东京办奥运的时候差不多时间盖好的 也就是大概196几年 然后因为大家要想一下 虽然东京除了有地震 还有二次世界大战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就是东京基本上跟废墟一样 对所以那个时候在盖东京铁塔的时候 它盖起来的时候 是东京最高的一个建筑 所以就是等于说 除了富士山以外 东京最高的建筑就是东京铁塔 所以在东京你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个铁塔 那这铁塔就是在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刚好大家也是190 奥运的时候大家都刚开始有电视 就是东京铁塔开始放送那个电视 电视波 那在看电视之前 大家的娱乐除了听广播 还有看电影 就以前还有上电影院去看 所以在战后有一段时间 电影业非常的赚钱 因为他没有东西跟他竞争 特别是影像的东西 他是独家了 对然后可是当东京铁塔一盖好以后 就家家户户开始有电视 相对来讲整个电影业就往下滑 大家就在家里看就好啦 不需要去电影院啦 对而且你要知道像我们现在常在讨论那个比如说手机的电磁波 比如说装在你大楼的电磁波 大家突然想说那么一大根摆在那里是不是会有什么奇怪 然后会对整个生物界造成什么样的 你的基因你会造成什么变异 所以后来电影业他就弄出了一个这样库斯塔这样的怪兽 他就是因为有东京铁塔这个去滋养他的那个 比如说让他的基因变异了以后他才会变这么大 然后到最后那个怪兽就是会把东京铁塔给推倒 他就会毁坏这个电影电视产业 电视产业就大家都看不到电视 这就是电影人的那个目的 是为了要攻击电视啊 好可爱哦 所以大家这样知道了吗 原来库斯拉要攻击东京铁塔是这样 所以以前我们就想第一个想法是说 因为以前没有晴空塔 所以他只能打东京铁塔 不是其实是因为他们这个电视跟电影的情节啊 很有趣对不对 好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来听听 老师还有什么在东京有趣好玩的事情 哈喽欢迎回来走吧去旅行 我是佳安 今天很开心哦 跟着我们生活中的历史学家胡春安老师 带我们来到东京 东京真的是一个让人很着迷的地方 在老师这本书呢 《东京历史迷走》里面 除了告诉大家东京的这个前世今生之外 还有很多的迷思要帮大家破解 像是大家去日本的时候 尤其去东京 一定要吃海鲜对不对 一定要吃竹地的生鱼片 现在在竹地非常盛行的这个饮食文化 在以前好像跟竹地没有太大的关联 对因为大家现在都很害怕说竹地因为说东京市政府要迁到更外来 对好像都还没有吃到 其实现在觉得很恶玩 因为我上次去东京的时候很想要去吃竹地的 但起不来嘛 对因为太早了 你知道那网路上爬文就会说你要早起哦 如果没有早起去的话就会扑空哦 对那太辛苦了还是不一定要去 对因为反正大家所有东京好的鱼货 反正都是从竹地买的 对反正那你早一点早几个小时 不会特别吃到特别新鲜 原来是这样子很好 对不过没关系就是因为像我都是 大部分从北美转机到东京的时候 因为会时差嘛 等三十点就起来就可以去竹地 这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对但是大家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反正鱼市场本来就在不在竹地 那迁过来大家还是觉得竹地的 竹地的鱼货还是很好 那以后迁到别的地方基本上还是一样 所以我们要期待新的地方 对 那所以竹地的前世是哪里 听说是日本桥 对那大家如果有去过日本桥这个地方 就有限 这个其实对大家现在旅行团 可能比较没有带大家去 就现在都去竹地了 对那日本桥好玩 其实里面如果大家在台湾有很多三月百货 三月百货的本店就在日本桥 对他的本店 然后好这个地方好玩的地方就是说 如果你坐地铁有一站就叫三月前 就是三月前 他一起来就是三月 然后你从地铁站出来了以后 你可以看到一幅画 那一幅画大概有14公尺 是然后是大概长度大概宽 大概有五六十公分 然后他就再放在那个三月前 那个地铁站出来的地方 那个那幅画叫西代圣兰 西是康熙的西代是一代一代 然后圣兰就是圣是胜利的圣兰是就是看着那个 看着兰 对然后西代圣兰它是 大家可能对这幅画比较陌生 但如果讲是它是像日本的清明上河图 就比较知道 有熟悉的感觉 对 有画面感了 对 它就是画整个当时江湖的 在200年前的样子 日本桥的样子 而且详细到当时在日本桥的每一间商店 它都有标出名字来 对然后在大家在这幅画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三景月后屋 就是三月百货 后来的三月百货 对 所以三月百货它本身也是超过三百年的一间企业 它本来就是专门以前是在卖和服的 对然后和服的 所以从这幅画你就可以看到日本桥 它本身我在里面说它是江湖的起点 为什么因为以前幕府将军的时候 它有所谓的五街道 它要大家都能够来江湖看它 然后所以它在日本盖了五条街道 它这五条街道的起点就是江湖 就是日本桥 对那我常问一个问主持人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知道台湾的什么省道一号跟三号 知道 零公里是哪里吗 你说起点在哪里吗 我还真的不知道耶 对它是台湾的一道省号一号跟 那个三号的起点是在行政院前面 从那边开始算零公里 OK 从那边开始出发叫零公里 因为我们都是上交流道 对我们都是后面才有那个对 那是省道的不是高速公路是省道 对然后日本的所有道路的起点在那里 就是日本桥 所以日本桥你去看的话 就会有个写日本国道路远标 它那边就是零 就像我说它是因为江湖时代 整个德川将军把这里当做整个 就是日本的起点 然后从这边开始开设道路 所以那如果五条道路都聚集在这里 它在江湖时代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繁华的地方 所以我说再去看这西代圣兰 你就知道为什么 在这一条两百公尺的街道里面 大概有上百家的 有上百家的店 非常非常密集的一个城镇 对 然后里面什么都有 甚至连杂耍的人都有 然后有卖刀子的 有卖和服的 有卖吃的东西的 然后你看那幅画就有点像 看时代剧里面的那些 江湖时代人生活的样子 对我觉得就是反映了 他们当时的一些生活样貌跟心态 包含是店家都可以感觉出来 所以这样讲起来 三月百货传承到现在 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 对那我是鼓励大家去 就是日本瞧 你就是说如果你去三月百货 你不要逛 你也可以进去看 对就是说日本 而且你可以比较一下 那个三月百货 其实在 它跟旁边的高岛货 或是跟日本的一些百货 是比较不一样的 你会看那边的 就那边其实人不会很多 但去的人大概都是 五六四岁的 对所以他们卖的货 卖的东西大部分也都是 锁定那样的族群 然后三月百货里面 有一个国宝的东西 就是说我说有一尊天女像 它是用六千公斤的 块木去磕的 那我就说三井月后屋 它本来是一个传统的和服店 它现在变成一个跨国的 一个百货公司 那它在明治维新的时候 就想说我要像西方的那样的 百货公司的学习 但是我做生意的方法 还是日本的方法 所以他就请了一个艺术家 刻了一尊像 那天女像 他一进去 你看他中间的中庭 大概就那个天女像 就四层楼 这样就快到四层楼 所以他整个 你在整个三月百货里面 都可以围绕了那个天女像 然后旁边还有椅子 可以坐着让你看 所以那比较不像 就是一般百货公司 你去感觉很急很忙 对那个 因为那个本身就是 六千公斤的块木 然后刻成的一尊 那个天女像 本身你就可以在那边看很久 然后而且三月百货的 那个建筑 他也是 他也是 就是里面 他一开外面的建筑 他也蛮满丁雅 他是当时就是 采用西方的一些建筑的方式 比较像巴黎的 那个拉法耶茨 就是拉佛耶百货 对有点学他们 但是就是说 在改造成一些 比较日本的样式 对你这样讲 对有像欧洲那种感觉 就是他是一个中庭 然后大家可以围着 看着一个一个像 然后一个感受的感觉 围着他逛 而且像你如果白天逛一逛 到晚上 那个日本桥好玩的地方 是还有鲸鱼展 他的鲸鱼 他有一个叫鲸鱼的艺术家 特别在夏天的时候 因为我们小时候 记忆在他就去捞鲸鱼嘛 对 那其实都是日本传来的一种方式 那江户时代 他的鲸鱼有发 鲸鱼的那个也发展到很 就是变成艺术化 就是日本他会开始培养 很多种不同种类的鲸鱼 然后你在 现在在每年大概夏天 可能从六月一直到九月的晚上 在那个 就是也在三月百货附近 他有一个鲸鱼的展 大概是在一栋大楼里面的四楼 然后它里面是 你可以边看展 还可以边喝酒 对 然后那边还有鲸鱼 然后你可以看到各种 各式各样的那种 他会用比如说现代的艺术 比如说用灯光的艺术 然后把那整个布幕 弄成富士山 那富士山里面呢 就是一个水缸 水缸里面都是满满的鲸鱼 就是用那鲸鱼把那富士山 就给所有都那个装饰起来 那是那个艺术家叫木村银制 然后他是一个专门的灯光的艺术家 配合他 配合这个鲸鱼的艺术 对所以就是说他们 我是说他们怎么去思考 这个日本桥这个地方的特殊性 因为比如说鲸鱼 虽然艺术是传统 但他用一些现代日本 特有的神光的效果 去把这个动才弄在那边 然后而且你晚上下班了以后 你可以在那边喝个酒 然后看一下那边 而且最主要是夏天那样又很凉 对然后夏夜 然后你喝个酒 看个鲸鱼 其实回家都 就还蛮开心的 是就是一种放松休闲一下 然后回家 其实比如说是走路回家 或者是住在日本桥那边的居民 可能对他们来讲 这就是一种生活的形态 对不对 因为回到可能江湖时代 他们可能就是 用这样的方式生活 对 不过刚刚说到百货公司 在日本这个地方 或者是甚至也传到台湾来 那个时候有一个 有一个广告词叫做 觉得热的话就来到高岛屋吧 对因为在旁边 那个在三月百货旁边也有高岛屋 对 他们应该是互相竞争 那时候难道三月就没有冷气吗 三月那个时候没有 就是一开始没有冷气 所以他要先装冷气 对所以才能够区隔他的市场 只是说因为高岛屋 他不是东京本来的 不是江湖本来的一个百货公司 他是从京都来的 所以他外来的 他就有一些不同的行销管道 对我觉得很好玩 因为在看老师的书里面写的时候 我就想说 所以三月百货是没有冷气的 对于我们现在的那个想法 会觉得冲突跟落差很大 但那个时候的人们 所以现在也会去逛高岛屋 高岛屋也是很厉害 他继续也是传承 也是传承 他也是两三百年 本来也是卖和服的店 对所以我就说 日本他们其实他在做这个百货 或是从以前的那个和服 换成百货的时候 他其实都还是一些老字号的商家 刚刚有说到晚上 我们漫步在日本桥 其实很多的朋友 对于日本晚上的印象 就是要去居酒屋来一杯 对不对 但以前的居酒屋到底怎么样 对居酒屋大家可以想 就是说居酒屋 如果叫Isakaya 在日文里面意思就是说 这里有酒的意思 但是他不是酒店 他就说这里有酒的意思 就是卖酒的东西 那主要就是你一定要有酒 对 只要有卖酒就可以称为居酒屋 对那我之前有一本书叫 何时古早味 对那何时古早味 我里面有讲说 江户这个城市的性格就是什么 男女比他很多 就是一开始因为他 只有是几百个人的小渔村 后来就有很多 德川家刚带了很多武士跟工人来这边 所以他男生相对来讲比较多 那男人下班了以后要干嘛 不是喝酒 要不然就打架 打架 要不然就是就喝酒 喝酒完就打架 所以整个日本的清酒工业 其实是在江户时代才兴起的 因为江户人他爱喝酒 所以德川幕府当时一直发出禁酒令 但是还是禁不掉 那也是在这个时候 那个居酒屋开始大量 盛行 对那我里面有做一个统计嘛 就是说江户时代的居酒屋的量 间数跟现在居酒屋是差不多的 就是可能大概四五百个人 就会有一间居酒屋 现在东京也差不多 四五百个人就有一间居酒屋 所以是这样子一个文化传承到现在 而且大家到现在还对这个居酒的文化 的熟悉程度 或是需求程度一样高 没错 而且就主要是居酒屋 你为什么要去吃东西 主要是你喝太多酒 一定要吃点东西来配 对以前的居酒屋 它是非常拼命的 就是它可能就是一碗饭 一汁三菜 就是再配有味噌汤 再小菜这样子 其实这样讲起来 也就是很像一般的餐厅 只是它的餐厅有付卖酒 应该说以前的店卖酒的地方并不多 对然后主要是就是你下班 你同时可以喝酒 你又可以吃饭 这样我就比较省 然后对我在里面有拍一张照片 就是它是最早的居酒屋的原型 对 那它是在东京现在旁边有一个公园里面 它等于把它迁到那里 对那你看进去看里面 还是就摆满的酒 对 对那居酒屋里面像现在也有是卖 像以前有灌东煮 对灌东煮也是其中一个 其实像现在很多日本的路边摊也会卖那种关东煮小车子推出来 然后他们可能也是会有就是会配酒 对然后或者说其实以前是可能是工人在晚上喝酒 现在是上班族喝完了倒在路上的一堆 超多 而且会觉得奇怪 现在才几点啊 对 怎么大家都在地板上滚了呢 对 而且就日本白天跟晚上会差很多 对 这是一个白天跟晚上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景象的 对 就早上大家看到电车上班族 跟晚上大家看到路上上班族 都是不一样的 截然不同 对 好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哈喽回到走吧去旅行 我是佳安 今天很开心 跟轩安老师聊了很多 在东京 在日本 从以前这种封建到开国 到这个文明开化 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憧憬的 这个日本文化 这个经济大国 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在看着他们 然后我们又是什么样的方式 在模仿他们 我觉得从一个商城 或者是一个历史文化的遗迹的眼镜 其实可以端倪出一耳 就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从资深堂讲起 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能够想象 银座以前是什么样貌吗 我们现在先想一下 想到银座的时候 是跟大家会联想到 比如说纽约会想到第五大道 对 然后巴黎你就想到香榭历史的大道 然后东京就想到银座 就是说它的那个整个城 在银座在整个东京里面是很鲜明 就是你会跟世界的精品 是世界精品或是这些高级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那其实它一开始 因为大家都知道 日本本来其实也是首过嘛 对 所以我说它怎么样去打造这样一个街区 但比如说你看台北 你想不到一个地方 是可以跟这些地方平起平坐 真的 或者甚至对你东京上海你也想不到 但是你大家一想到东京 你就会想到银座 是跟高级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对但是这我说就是跟资深堂有关 在台湾大家可能以为资深堂就是卖化妆品 对 我很奇怪大家好像对资深堂直接连接 就是女性化妆品 女性用品 对 但没有人想过原来资深堂以前是个商场 对不是 它还卖很多东西 对即使到现在 如果大家去银座资深堂的本店 它有两栋大楼 那里面其实卖化妆品的地方只有一点点 然后我最喜欢去吃它那边的蛋饱饭 在三楼 它有一间咖啡厅 然后它在地下室有一间艺廊 对然后它在银座的那个巷子里面 还有一间三星的餐厅 那你就想说为什么它要去银座的地方寸土寸金 就是它其实比东区还贵不到几倍 然后对它为什么要去做一个艺廊 那有点奢侈 对那就是一开始其实 我们看资深堂它一开始的创办人 它其实是卖药的 对我看到想说 原来女生的化妆品其实跟药都有关系 都是一开始的对 就把药涂在脸上 对它是日本第一个就是明治维新之后 开始引进西药的人 对那我说它一开始在资深堂卖的时候 那当时我说明治维新第一代会有很多有钱人 就是说他们副一代 那副一代的下一代是什么 副二代 对副二代所以副二代都要干嘛 就像台湾副二代要去留学 那他爸也是叫他去美国 出国看看吧 哥伦比亚大学念药学 然后念完了以后 他爸比较有眼光是说 念完药学他没有叫他直接回来 在资深堂基去做 他就说你去欧洲晃晃 哇很爽的 这是你好开心的爸爸哦 然后他就说你去 因为他蛮喜欢艺术的 所以他就跑去巴黎 维延南还有伦敦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是一九一几年 然后刚好是摄影技术刚发明 所以他就学了一些西方的摄影艺术 跟一些当时流行的艺术的风格 然后回来以后他就想说 要改做化妆品的话 其实他思考到化妆品 其实他思考的是后面整个是美学的代言人 就是说后面的美的代言人 他把美加入在他这个药里面 他想要做一个改变 对他其实就说如果要卖给你 他需要一个形象 对所以自身堂我们看他最好的 其实我一直看 我最喜欢看自身堂的广告 其实到现在也是 因为他很会就去塑造那个形象 他不只是说跟你讲说这个 因为一般化妆品会跟你讲说 这功效有多 你可以抗老还是干嘛的 但是但是他不很 他的化妆品广告比较是在做一个形象 比如说我看最近一个很有趣的广告 比如十元百合子 他就演五十岁的女性 然后可能四十岁的女性才造一个 三十岁的女性才造一个 他就是说以这个形象来跟你讲 那这形象背后可能就比如说 你是个上班族 或是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你必须化妆在公开场合 是什么样的形象 他帮你定位了 每一个年纪该有的样子 那个美丽的样貌 他帮你先塑造出来 对然后背后还有就是比如说 因为刚好一九一零年代 我刚才讲说很多富二代 就是富二代 就是日本他们当时就是 我说有比如说三菱也是在 明治维系那时候创办的 然后有很多那时候富二代 他就想说像现在我们有网络 你可以直接看到那个流行的资讯 那当时没有网络的话 你要什么地方是可以有这样的流行资讯 这就是为什么资深堂 他要改咖啡厅的原因 对就是你要有一个地方 是可以让大家交流 那伊朗也是 一个空间 对 对有一个空间 那当时他们就叫高等游民 高等游民 就是他们是有钱的游民 也是不用工作的 没有地方去 没关系来我这边 我们来交流 我们来聊天 我们来放空 来发想 对或是比如说艺术 然后咖啡厅当时就是一个交换资讯的一个地方 然后比如说当时他会跟你讲 欧洲人 法国人现在是穿这样 然后那个纽约是流行这样子 所以就是当时这个空间就是比如说流行 就有点像现在浓浓 就是 现在是你去坐在那个剪头法的时候 看那个杂志 对 但是当时就是说 比如说有这样的空间 有一些输报杂志 你就可以知道 现在西方的流行是什么 他把流行的元素带进来 对因为流行 你一定要有空间可以分享 就好像如果你那些贵妇名媛 你没有一个 你没有那个party 你就没有办法去展示你的东西 真的 那些名牌都没有地方可以秀一下 所以你看资深堂以前这样的一个空间 就是让大家 可以去秀 可以去秀 然后也变成是一个流行的指标 就变成下来的营作 对社交的沙龙 然后他后来比如说资深堂 比较可以吸引到一定高端的客群之后 他就想说 我们这个营作要怎么去经营成一个 就是像类似像第五大道那个街区 那大家现在去营作逛 我觉得你买不起没关系 你可以去晃一晃 就是现在你可以去注意一下 营作的就算卖 每一间卖那种高级的服饰的 或是高级皮包的店的那个柜子上面 都会有一本小杂志就叫营作 那就那个地方的每个商店的老板 他们之间就是会有 彼此会有一个 就有一个联盟 联盟 然后他们里面联盟有时候在干嘛 有时候写 春天到了 他们就开始写首诗 那就是说透过一个这样的联盟 他们可以就是说 我们的营作 比如说包括橱窗要怎么样 人行道要怎么设计 还有包括我们街道的空间要怎么改变 这其实都是跟后面 他们就是说人家要来逛的时候 会逛的舒适是有关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 现在很多东区的 就是店面租不出去 其实是因为我们大部分都用杀鸡取混的方式 就是说抬高店面 但是人家住不起也没有用 对 可是我说比如说你看 我有看过营作的那资深堂的两栋大楼 它一开始就是两间比较矮的房子 到现在还是那样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种个把营作发展起来 其实就是他们对他们来讲 是他们想做的事 而不是说我只是收住金 或者是我们 他们是真的很用心 对一起经营这个街区 把这街区经营的很好 所以然后让大家来看到日本的时候 就是跟这精品是可以在一起 就让你对这个地方可以跟他想要传达给你的意念 做上很快速的连结 所以比如说你可以马上可以拿来跟法国的第五大道相比 你就会觉得来到日本 来到这个最顶级的地方 来到营作 对而且营作就是说 当然有一些非常西方非常贵的东西 但你如果在那边看 我觉得其实看的好看的东西是有很多 就是在日本的他们自己的精品 就是所以你看有这样一个街区 日本人就可以基本上跟这些欧洲的精品是摆在一起 然后那里很多精品其实是没有连锁 就只有那一家 然后他们有一些 比如说营作二楼是以前是有很多 是做给那个皇室他们用的东西的 对所以他们比如说他们生活 皇室一些生活用品 就也跟他们传统一些工艺可以做连接 等于就是在那边 也是陈列了他们自己的文化的形态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当我们在每一个彩跳的地方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它的以前是什么模样 然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甚至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传承到现在这个样子 今天真的很开心 川老师带我们穿越时空 来到东京这里 当然也期待大家可以带着老师这本书 东京历史迷走 一起来感受东京这个迷人的地方 谢谢老师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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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